小小粉絲獻上支持 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蔣萬安藏不住好心情 畢竟首都爭霸競爭激烈 不過掛名蔣萬安士林後援會首席總召的林天萊 竟然公開相挺 黃山山 大家不用過度解讀 等一下也有很多里長 包括武藏企業都會出席 除了吉利淡化被拔撞問題 蔣萬安畫風一轉 透口對準 之前說批評政策也要有腦筋的陳時中 其他政見的市民說出這樣粗暴的言論 其實大可不必 候選人現在要製造謠言這樣也不好 我沒有談論到里長 我只有談論到候選人相關的一個政見 但對於里長提供意見 交換意見 那我是非常樂意 我絕對沒有罵他所謂的無腦 但不只批評里長無腦謠言引爆雙方戰火 蔣萬安的公車預約政策 也讓藍綠白隔空交鋒 政策還是要負責任 還是要可以執行的方式 我不知道說是不是捷運也要預約 更候選人提出來政策 有時候不是很明確 那我也看了一下 確實我也不是很瞭解 預約座位其實是協助 我們很多弱勢族群的朋友 第二個就是要整合雙北 公車預約的系統跟路線 你來我望 相互攻防 台北市掌選站 瀰漫 弄弄言銷 華視新聞陳引珍 陳天達 台北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